吳九州馬 哲學爾文貴 好 非常好 很多人說 我是在領導 但我要跟各位講 真正領導的是你們 是你們真正挑起這個責任 所以 我就想講 選舉選的很精彩 可是大家不要忘了 最精彩的不是露血人 最精彩的是在台下那些 你看不清楚面目但是黑压压的一片的那些人 他們才是真正的主教 所以 如果說 2012 年 是民進黨再起的過程中的一個戰役 倒不如說是 臺灣人在 2012 年 共同展示的一個決心 共同展示的一個我們的能量 因為在 2012 年的這個選舉 我們給臺灣帶來了一個新的型態的選舉 也讓臺灣的民主再往前走的一步 雖然沒有成功 可是我贊成我們的裝盒子 裝我的員工 我們不輸 我們真的沒有輸 因為在這一次的戰役裡面 我做副選人 我做民進黨的黨主席 我知道很清楚 因為我們的實力 跟國民黨是有差距 我們的基本派比國民黨小 我們的可以動用的社會資源 比國民黨少 我們的基層網路的經歷 沒有像國民黨那樣的綿密 那樣的歷史悠久 還有很多國民黨會做的事情 難道不要走 我都沒有任何人講過 我為什麼要選總統 已經選完了 因為我知道 在那個時刻 如果我選總統 我們可以讓整個民進黨 可以凝聚其最大的能量 大家一起去打一個選戰 或許我的判斷是錯的 但是 在我的事後的判斷 2012年的選舉 是熱度最高 支持者熱情最大 也聲勢最大的一次 而我那個時候 在選舉的當中 我有一個想法 說我們在基本條件 跟國民黨實力有差的情況下 我們整個競選期間 總統的競選期間 大概只有六個月到七個月 因為被提前選舉 民進黨打完五都以後 整理內部再做總統提名 再做立委提名 真正準備就位的時候 已經是六月之六 選單只有六個多月 七個月 打這次的選戰 所以 很多選戰裡面 必須要做的固域 還有很多基層的 廣度的建構 都來不及 我們知道 2012這次的選舉 是一個很難打的選戰 因為實力是有差的 可是越來越打到後期 我告訴我自己說 或許 我們可能衝得過去 我們一衝過去以後 我們就會有那個時間 那個實力 來補足我們 很多基本條件的補足 很可惜 我們沒有衝過去 沒有衝過去 很可惜 但是 也給我們一些時間 來補足我們這些 基本條件的補足 下一次的選舉 如果 這個政黨 這個候選人 還是只靠支持者的熱情 在選舉的話 他就是這個政黨 這個支持者的師子 下一次的選舉 一定是把基層的管固 都要組織的聯繫 下一次的選舉 一定要做好社會的溝通 把你的理念 把你的政策 能夠完整的跟社會 有一個完整的社會對話的過程 讓我們的社會 大家可以共享我們的價值 也能夠接受我們的政策 在具有高度爭議性的政策裡面 我們也要開始跟 我們在台灣的下輪 能夠對話 來凝聚共識 下一次民進黨 在許總統的時候 一定是帶著台灣的社會裡面 最大的公約書 跟最大的公司來打這個選擇 所以下一次我們打的 一定是我們的基本條件的完備 跟一個現代政黨 應該有的這些特質 跟我們必要的這種準備 所以有人說 這次選舉沒有成功 很可惜 但是如果我們再把它想一想 何常不是 黃天爺告訴我們 再好好的準備 所以下一次的執政 會更從容 而且會執政得更好 如果是這樣 我們也應該要接受這個考驗 接受這個挑戰 我會選擇 有一群歐洲的學者到我辦公室來 一群都來 他就跟我說 就有一個歐洲的學者站起來 代表團的代表團跟我講 他第一個字就叫Congratulations 我就很後期的忘了他 為什麼是Congratulations 他明明知道我剛輸完 輸了一個大選 阿姨 等功 錢在打得很好 我來這裡之前 我到英國的Nottingham University 去演講 然後有一個教授 告訴我說 That was a good show 結果我就看看他 我就想說 你為了這樣的事來 congratulate 我 我說 你大概是在 congratulate me for not being the president now 因為台灣現在所面臨的情勢真的很嚴重 我們也覺得很可惜 在這個時候沒辦法挑起這個責任 但是要挑起這個責任的人 其實要犀利有很大的準備 就是他要面對很多的壓力 要有很強的意志力 要有很清楚的方向感 我們現在就看到一個失敗的案例 正在台灣執政當中 但是下一次民進黨再執政 一定是一個成功的案例 因為這將來 我們的幾年 將是我們準備下一次執政最重要的時刻 過去的四年 我們讓民進黨恢復的元氣 用一次又一次的選戰 把這個私情打起來 把這個元氣回復 可是一個黨 一個1986年才成立的政黨 其實它還沒有來得及 把自己轉化成為一個現代的政黨 而一個現代的政黨 所具備的治理國家的能力 這就是民進黨 要對台灣人民交代的事情 我們的競爭者 看起來像是國民黨 但是不要忘了 我們的競爭者是我們自己 如果你問我 民進黨和國民黨 哪一個比較像現代性的政黨 我會告訴你是民進黨 即便是比國民黨更像現代性的民主政黨 可是民進黨本身 它能治理國家的能力 還是需要再往前走 但是你如果告訴我說 民進黨的治國能力 比不上國民黨 這個我不同意 因為在2008年到2012年 國民黨的執政 甚至於到2012年 選舉完了以後的執政 台灣人應該很深刻的體驗到 國民黨的治國能力 是什麼樣的治國能力 如果你把2008年到12年 這個執政的成績 跟民進黨的2000年到2008年的執政成績 你來比較一下 現在台灣人 可以平心靜氣的好好的想一想 事實上 民進黨的執政成績 應目比國民黨差 但是問題是 我們不能在那裡就停住了 在全球化以後 每一個國家的政府 都面臨很大的壓力 經濟轉型的壓力 剛才說台灣最大的問題 就是我們怎麼面臨 面對我們的經濟挑戰 我們還有很大的壓力來源是什麼 就是我們社會的政府不均 還有很多國家資源分配的不公 還有很多轉型正義的問題 但都還沒出力 台灣社會是有一個不公平的感覺 所以這次選戰的訴求公平正義 其實它真的打動了很多人的心靈 年輕世代的心靈 在社會上感到它是一個沒有被公平對待的心靈 我們再看看進來 台灣發生的這些老房 退休金的事情 這個社會開始感覺說 國家的資源是有限的 但是國家的資源能分配 是不是公平 這個社會要整體去面對的事情 如果一個執政的人 沒有一個全盤性的規劃 領導這個國家來做制度性的改變 而放任人民去對立衝突 這就不是一個負責任的 有能力的執政者 我們現在就看到有一個 現在正在台灣執政的政府 是這樣 所以 台灣的問題 在經濟 在公平 台灣的問題還有一個 就是 我們面對的一個 正在崛起的中國 這個是我們要面對的 我們也必須要處理 也沒有辦法逃避 而這一次的選舉 我們說國民黨很有錢 我記得我在University of Northehan 在給的演講裡面 我的演講主題之一 就是講民進黨 那因為它是一個學俗的演講 所以我們運氣本來 大概只有五六十個人會出席 結果到了演講前的半個鐘頭 開始換地方 因為來了三百個人 這三百個裡面 差不多一半是中國人的 我很多是學生 我去演講的時候 我找了兩個鐘頭去 所以我就坐在他的校園裡面喝茶 和鷹骨式的下午茶 你就看到很多的中國學生走來走去 有些人就會旁邊 謝謝私語 確認一下那個人是誰 確認完了以後 就會有派一個代表說 來跟我講說 我們可不可以造個像 我們在這個演講堂裡面 很多的中國學生 我要告訴他們 民進黨在台灣的民主政治裡面 代表的意義是什麼 所以我就開始演講